4月26日,北京,谢南和儿子无所谓现身机场,母子二人穿着潮流的母子装还互相喂糖,十分有爱。 无所谓背着手听妈妈说话,像个小大人一样可爱极乐。 4月3日凌晨,谢南在自己的微博分享了一段视频,视频中的他和老公吴京在一段走廊里漫步。 吴京走在前面紧紧牵着谢南,画面情意浓浓,文心十足,足见两人恩爱有加。 他配文称,但师兄生日快乐。网友纷纷表示,生日快乐,祝你们幸福一辈子。 祝金哥生日快乐,羡慕有这么好的男老婆,哈哈,祝你们长长久久,和和美美。 一部战狼二刷屏了很长时间,吴京再次走红,这部电影能看得人热血沸腾。 随着电影的爆红而来的,有赞美就有诋毁,可是深正不怕影子鞋,吴京的人品在一些生活琐事上就能体现出来。 前段时间,一个悲催的福特车主,在一个加油站外,跟吴京的奔驰车来了一个亲密接触。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,辆车只是一个小擦挂。 不过即使是小擦挂,吴京的百万好车补一块鸡,也够让普通人喝一壶的了。 吴京下车查看了一下情况,发现问题不大。 不过福特车主还是挺紧张的,毕竟挂的是豪车,又是吴京的。 不过接下来的吴京的举动让人暖心了。 车子没有大的刮伤,吴京直接说算了,这把小伙子感动得眼眶都红了,虽然是冬天,但特别温暖。